为什么说溪流中伤英雄卡普之后 战斗力却在被索隆逐渐拉大 不过溪流有一项能力可以玩虐索 自从溪流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后 就注定与索隆有一场决斗 当年伊万科夫在推进城说过 溪流和麦哲伦的战斗力相当 不过麦哲伦受毒毒博士影响 每天需要蹲侧所窜息10个小时 溪流有同样的准大将实力 持续作战时间长 比麦哲伦更加恐怖 黑胡子带队抵达马林范多时 战果也是一脸惊慌 证明出溪流实力强大 在黑胡子海贼团的两年时间 溪流通过吃下透明果实提升战斗力 这颗果实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大 不过很适合去某个地方偷偷看看 与赏金只有3亿2千万的莫利亚战斗 还得靠偷袭才能打赢对方 从此也能看出来 溪流很依赖果实 并没有提升霸气和剑术 索隆跟着鹰眼学习两年 剑术和霸气都得到了巨大提升 对战被称为怪物的藤虎 嘴角被打流血 实力也被藤虎认可 进入河之国后 索隆用黑刀秋水换来腰刀研磨 战斗力再次提升 在鬼岛屋顶对战两位四皇 用血肉之躯挡下四皇合体技能霸含一瞬间 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 在凯多腹部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 与炎灾进战斗时 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 斩杀进登顶地狱之王 从索隆提升战斗力的方式来看 靠着剑术和霸气成为大海上的霸体 相比靠隐身果实搞偷袭的溪流 索隆的战斗力已经将溪流逐渐拉开 不过从溪流在风潮岛对战卡普来看 有一项技能可以玩虐索 溪流是内心凶残的人 在推进城的时候 就经常残杀犯人消遣 在战斗中也非常狡猾 利用刻比的实力弱 用轨迹重伤卡普 索隆是非常正直的人 在使用计测战斗方面会被溪流碾压 即便是索隆的战斗力比溪流强 最终的决斗也不会赢得很轻松